目前 一句話 我們過去的盟友 我們非常喜歡的朋友 美國 過去他是台海穩定的一個什麼 平衡者 不論如何他的作為 基本上都在避免兩岸發生戰爭 可是今天他的作為變成什麼 處戰者 今天 朋友會改變的 立場會改變的 美國立場改變 美國因為要一直快速 崛起的中國大陸 他現在要靠人 幫他一把 幫他一把 誰來幫他 日本人會幫他嗎 韓國人會幫他嗎 誰來幫他 他 他要台灣人來幫他 這一場戰爭 如果打起來的話 是誰獲利益 台海戰爭今後 打起來是誰獲利益 美國獲利益 另外一方面 我們今天在座的人 都曾經願意為這個國家 犧牲性命 將來兩岸有任何事後 我認為在座的人也都是留在台灣的 可是我們要問一下 將來如果兩岸打起戰爭 這是一場 正義的戰爭嗎 這是一場 為了捍衛我們的理念的戰爭嗎 這是一場什麼戰爭啊 這是一場代理人戰爭 是為了 不愛國人的利益 為了義族的利益 讓我們打起來一場戰爭 這是這個 這個情況 我們有人還看不清楚啊 所以 今天我們在這裡 我們雖然是 扛著槍捍衛這個國家的 可是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捍衛這個台灣島上的自由 最了解戰爭殘酷的 就是我們在座的大家 可是我們並不怕犧牲 我們並不怕流血 我們要打一場正義之戰 我們要打一場什麼 為了國家 為了民族 為了全民利益之戰 可是如果 是因為美國的利益 讓我們打起來的話 這場戰爭我們能打嗎 你還有那個嗎 我們是不是要阻止他 我們 我常常對很多朋友說 建文旗你在幹什麼 你退休了 你提前五年退休 你跟蔡英文割席而坐 你維持立場 你為了什麼 你現在每天到處奔波 不會早上在家裡喝杯泡杯茶 喝點喝杯咖啡 你在這邊正閉直呼 幹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一點 只有一點 這是我在中華民國軍隊裡的 學到的 我認為一個基本的素養 我說我做一個中華民國國民 我現在在做一件什麼事 我就是做我的單兵 應有的戰鬥力 再之後大家是有組織的 我是一個單兵 我發揮我單兵的作戰能力 我在我的閃兵坑 拿我的武器步槍 靠我的手榴彈 在這個邪惡的台灣內部 邪惡的勢力 邪惡的政黨 邪惡的政權 跟他做怎麼樣 殊死戰 今天只有每個人都下定這個決心 我就是單兵作戰 我看到各位我非常高興 我覺得 我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是上戰場 我就是單兵 我發揮我單兵作戰的能力 我今天能夠揭發一點 我能夠宣揚我的想法 我能夠喚起任何一個人 從我身邊所有人做起 所以呢 我想今天啊 在這個場合啊 真的是有感而發 沒有跟各位講一些外部的事情啊 我也跟各位分享 也希望各位啊 能夠啊 跟我一樣 大家發揮單兵作戰 從單兵做起 從身旁人做起 大家來真正來拯救台灣這邊的人民 拯救中華民國 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好不好 台灣要有和平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明年的一月 讓那個破壞和平 貪污腐敗的民進黨 敗選好不好 好 就是這個最重要 現在的民進黨啊 沒有什麼理義廉恥 不承認認主歸宗 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更重要的是 關上了跟大陸交流 談判所有的大門 而且還要製造仇恨 在民間 篡改了歷史 讓我們的年輕人 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不知道中國人的歷史跟地理 所以民進黨要下台 民進黨下台 台灣就有和平 對不對 我再跟各位說 前面這幾位前輩 講了一些非常非常正確的觀念 我要依據這些正確的觀念 再往上推 各位知道民進黨前幾年做了一件什麼事 就是說學校裡不教四維八德 因為四維八德是中國人的美德 所以他不教 四維八德是什麼 禮義廉恥 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 對不對 你要知道 中國人為什麼現在可以站起來 我們可以記得過去清朝敗戰的恥辱 但是我們更不會記得 更不會忘記 中國人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愛好和平的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 改變了教綱 改變了課綱 民進黨把學校的四維八德拿掉 我們在勝選之後 就恢復我們原有的課綱 原有的靈異聯 此四維八德 好不好 拜託 可不可以不要放音樂 第二件事情我跟各位說的 就是 大陸 大陸人就是中國人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永遠不打中國人好不好 好 中國人 永遠要攜手同心合作 我們的中華民族的子孫 在這個時代要在世界上站起來 帶領著世界的科技經濟人文的發展 走向真正我們講的世界大同好不好 好 各位我們要有這個目標去努力 同時我要再講 選舉是決定台灣的未來 尤其民進黨做的這麼爛 連美國都看不下去 美國前一陣子 羅森伯格AIT的理事主席 他到台灣來 他不支持民進黨 他站在中間 過去他們是支持民進黨 美國人支持民進黨 希望民進黨 代表美國打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但是現在 美國人到了台灣社會發覺到 民進黨的腐敗貪污專制 破壞民主 所以美國人也曉得 民進黨不可靠 同時他們也說 兩岸之間要開大門 要開始交流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我們把選舉打贏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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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